今天讲一篇哈萨比斯在Neuron上发表一个文章 叫做Neuroscience Inspi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它主要讲Neuroscience和AI 它两个领域之间有相互的借鉴的作用 尤其在Neuroscience有很多发现 它可以引导AI的这种 包括以前很多AI上革命性的突破 技术上的突破都是因为Neuroscience有一定的发现 比如说研究人脑的不同的功能结构 从分子到神经元到整体区域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结论 都可以用到AI上 比如包括帮助AI设计一些算法 比如给AI设计出一些架构 比如说研究人脑某些区域有些什么功能 那你AI的架构也应该有类似的这种功能 在我说人脑某一些神经元有一定的representation 表达一定的含义 那么AI也应该有类似的表达一些含义 有相互借鉴的作用 因为啥呢 人脑它是唯一证明了这种intelligence 这种智力存在的这么一个 真实存在的这么一个 相当于一个蓝本 所以说你按照人脑做AI的架构 它就未来很有可能做出智囊来 那你如果自己搭一定的架构 凭空搭一个智囊的架构就比较困难 应该借鉴于人脑 从人脑上得到启发 然后用到人工智囊上 但也并不一定要局限于人脑和神经学上 比如说这个牛津大学这边 它是这个叫Human Brain Blueprint 就是他们呢 这个组呢 它是根据啥呢 就是真实测量的这种 就是人脑的这种神经电路 然后呢 它希望大家这个计算神经学呢 它搭出这种电路来模拟人脑 它是完全模拟的 其实也不用这么样的 这么样的精确吧 其实我自己学的它 就是很多这个人脑里边的一些神经员呢 它可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比如人脑 它既然是生物神经员呢 它需要一些能量 一些代谢 但实际呢 你做AI的时候呢 就可以省略掉这些 你只需把人脑里边这个 抽象出它最核心的一些 信息流啊 这些架构啊 它实践的一些功能啊 那就可以模仿这个人脑 实践这种计算的功能 然后它整个这篇文章呢 分为这个过去 当前和未来三个部分来讲 比如过去呢 它就讲这个 整个这个机器学习呢 分为这个监督和非监督的这种 不断的incrementally的这种学习 那这种监督 有监督的学习呢 就相当于给你一些label 然后你呢 对label作差 然后feedback 没有监督的学习呢 就相当于 有点像这个autoencoder似的 它是没有这个label的 那么呢 你也可以来用你这个网络 来encoding的整个这个环境 通过可能几个latent variable 或者是一个vector 来表达整个这个环境 比如环境里边 左边有只毛等等 然后在最早的时候呢 七几年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这个pdp 就是parallel distribution 这个processing 就是并行分布式这种处理 这个呢 它就源于神经学 神经学人脑的这种 比如说控制这个symbol的这种 就是representation 它呢都是并行的 就很多生理员同时计算 然后他就从这儿得到启发 来做这个并行分布式计算 然后呢 在呃在这里呢 他们还提出啥呢 就是这个最小化这个error 就是预测的这种error 和这个最大化reward 这两种呢 这个cost function 就是在这个时期提出来的 然后后来呢 人们就提出啥呢 这个卷积网络 卷积网络呢 它就是整个一大块的 它是加入了一 它主要是引入了这种非线性 呃 非线性变换 还有一些 呃 比如说这个 呃 batch normalization 这些机制 还有这个mass pool机制 来呃 处理这个平移旋转的不变性 比如说 呃 一个人 他的不同的姿态 你也都能知道 这么 这是一个同一个人 那它这些呢 主要也是来源于 这个人对这个 呃 人们对这个神经学 这个视觉处理的一些启发 比如说呃 八九十年代那时候这个神经学上 呃 对这个呃 视觉这个单细胞的这种记录 呃 发现了这个V1全 那它可能都是这个做这个边缘这个提取的 那它和卷积网络呢 就是能实现的功能就非常像了 然后呢 那它们又提出杂的这个等级的这种网络结构 有点像人脑的这个呃 视觉的这个腐流这个处理 呃 越往高层呢 它处理的越抽象 那它分为这个几个等级 比如V1 V2 V4 还有这个temporal这些区域 那它这种是 啊 hierarchical的这种就是网络 它分为很多层次 所以叫 呃 deep 深度的这个神经网络 然后这个网络呢 它就可以将这个呃 输入进来的这个image 然后呢 它不断的那个呃 提取出这个image的feature 越来越抽象 然后呢 到比较高的层次呢 它可以实现一些这个呃 一些不变性的一些识别 比如说张三李四 他到后来 他能提取出他的名字 那尽管他躺着坐着 他都认识这个人 啊 再比如说这个呃 可以提取出他的位置 提取出他大小的信息 那么在原来这图里面呢 初始的图里面呢 他可能很难直接啊 通过一个超频面来提取出这些信息 然后呢 呃 又加了一些什么呢 这个呃 regulation 就是约束 比如说对 呃 对权重的这个大小呢 进行约束呢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更容易呢 就generalize到这个 beyond的train data site 就是train data site的这个数据比较多的话呢 那你可能把他的这个noise 你都给fit了 就是你训练这网络的时候 就是overfitting 那么呢 那你如果加一些这个约束呢 比如说让这个整个的这个参数变得少一点 或者是连接权重呢 让他这个啊 有一定的限制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可能形成的曲线更加光滑 啊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能够把你的这个网络呢 可以推广到这个train site以外的一些那个scenarios 那再有呢 这个呃 人们呢 还根据人脑这个放电呢 它属于这个 博充放电的这种特征 主要啥特征呢 就是你现在这个放电 和你接下来这个放电啊 应该是独立的 那个博充这个过程嘛 这所谓的总体形成放电 这个放电率呢 它服从的博充分布 那么呢 他就人们根据这一点 他就想到了这个用这个dropout 就是你在训练这个网络的时候呢 呃 每一次呢 拿其中的50%来进行放电 呃 来训练 这样的话呢 它可能啊 收点更快 而且呢 不容易出现overfitting 还有一些好处吧 然后过去呢 还提出了reinforcement learning 是非常重要的 它呢 就是通过这个最大化 未来的这种奖励 也就是cue这个value 就是对未来奖励 期望值最大化 然后呢 你可以形成啥呢 你可以把你这个当前所看到的 这个环境的这个 你把它这个encode成啥呢 这个state 就是用一个vector来代表当前环境 它的状态 然后通过这个当前状态呢 你能map出它对应什么样的action 这样呢 使得它的这个 就是未来的这个奖励最多 你可以选择一个action 选择未来最多的这个奖励 的action来执行 那比如说一个agent 比如说它现在饿了 比如老鼠它现在饿了 那么呢 它接下来应该选择呢 就赶快找食物 否则它就饿死了 那么呢 就是为了未来这个reward最大化呢 它现在第一应该做的action呢 就应该找食物 如果它现在是吃饱的状态呢 比如它有食物了 那它就应该把食物呢 储存起来 是应该它应该选择的这个action 然后还有一种这个网络呢 就是食欲差分的这种网络 这个呢就是两个这个 这个时序上这种连续的 两个这个prediction的这个差 这样的话呢 它不是等待这个奖励 最后一定得出来 然后才学习 就是 但是这里边也没有具体讲 那食欲差分呢 就是有点像这个解备分方程式 那个导数呢 你用相邻的两个时刻的这个值做差 它可能用这个来做网络 那还有一点呢 它讲过去还做了什么呢 就是second order的condition 你比如说那个巴普洛夫 那个狗实验 它是first order的 就你敲铃铃 然后给它这个食物 那敲铃铃呢 就是叫做condition stimulus CS 你听到这CS之后呢 它就会想到有食物过来了 这食物这个东西呢 就是unconditioned stimulus US 那么二阶的呢 相当于啥呢 就是你敲铃铃 让狗过来吃东西 然后在外边呢 你们也会敲铃铃铃的时候呢 接下来你还用一个光照 光照完之后敲铃铃铃 那么呢 就相当于两个了 那个光照 这个呢 相当于这个conditioned stimulus 2 就是你光照之后 会出现敲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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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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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狗咬过感觉很疼 那么他看到狗呢 他就以后就吓跑了 那么呢 那不过他也太知道 咱那狗叫的时候 和狗他俩是associate在一起的 所以以后呢 他听到狗叫的时候呢 他也就吓跑了 这狗叫呢 就相当于CS2 狗叫呢 让他想起这个狗 然后想那狗呢 他就想起被咬很痛 所以说这就是 second order的这种 这种这个conditioning 前面讲这些呢 都是过去所做的东西 那当前 这个他们 现在人们呢 他讲的第一点呢 就是加这个attention 就是注意力的这个机制 这个呢 它也源于这个人的这个神经学 就是啥呢 人视觉上一进来那么多信息 那你闭上眼睛之后呢 实际想不到那么多信息 所以说人每次呢 他进来信息很多 但他只attent到 其中的一小部分信息 比如我眼前 前面周围公园 有那么多信息 但我现在呢 却只专注在 我先讲PPT 这么一小夸的object 这样的话呢 就是某一个时间T 你只关注一个object 那么就把不相关的object呢 那你就相当于给它过滤掉了 用attention的这个机制 那这个图一这个A呢 就是attention的一个机制的 在AI上的一个应用 比如说你现在一个图像 输入一个图像 XL 就那个中间有个5嘛 然后这个SL呢 你告诉我这个上一时刻 这个attention的这个位点 比如LT-E 就它具体的location 这时候呢 我就可以通过这个位点呢 提取出这个不同的 这个尺度的这个一些图 比如不同scale的这些图 作为这个输入 然后你把这些图呢 那经过这个glyph sensor呢 它会产生这个图的feature 就用那个row表示 row 括号 x1 括号这个LT-E 就是x呢 就是你看这个大图 然后呢L呢 就是上一时刻的 LT-E 就是上一时刻的这个location 然后它出来这个row 是它整体这个feature 这个feature呢 输入到LSTM里边 它会产生下一时刻的 就当前这时刻的这个LT T时刻它应该关注下一个位置 它应该关注在哪 然后再输回到刚才那个glyph sensor里边 然后它那个 就是相当于人的这个四皇般呢 它所聚焦的位置呢 就跑到下一个位置了 这和人就非常像了 比如人看这个公园这个场景 你会不断的sacate你的眼睛 然后来看不同的位置 通过你attention的来收集 你所关注的信息 而不是把所有信息都收集进来 然后这个attention机制呢 也可以加到这个memory上 比如说你现在 这个记忆里边有很多这个信息 那么你现在想提取哪部分信息来使用 那你也可以通过attention的机制 就和你现在这个task task和你现在的go有关 来帮你选这个 通过attention来帮你选memory里边的一些内容 然后我们之前呢 讲的那个adipmind的这个draw网络 它呢就是相当于啥 那看一个图之后 然后它根据这个图呢 画一个画 或者你看到刚才这个a那个5 然后你写出来一个5 那它呢就通过attention机制 你每一个时间段呢 它关注一小部分 然后呢 呃你再呢 再在这个mental canvas里边呢 一步一步把整个这个图画出来 那它具体怎么做呢 你可以看那个我之前讲的那个draw网络 然后当前呢 还非常火 那身体非常火 就是研究这个海马 海马呢 负责这个片段记忆 比如刚才我去那个ms和全盛一起买一些这个pick 那个吃的 那么刚才那个就是付款的那些场景呢 你还能想象出来 那这一点呢 它主要是通过这个海马的一些签签放电 来存储和提取这些信息 就是最近这两个月的这个episode memory呢 它是存在这个海马里边 呃这个海马呢 这个episode memory实际很重要 比如说你钥匙丢了 那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搜索 那个episode memory 你想想你之前刚才都去哪里了 然后你再去那些地方去找 然后海马呢 存储这个就是片段记忆 它呢 会在你睡觉的时候呢 把这些片段记忆呢 这个transfer到这个p层上去 把它形成这个 这些一些有用的知识呢 形成这个consolidation 呃这点呢 呃比如说 这个例子 比如现在呃 你刚学完这个1加1等于2 那你知道这个 比如说老师教给你1加1等于2 这个episode的这个片段记忆 你现在能知道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呢 呃 你还是会1加1等于2这个知识 但是老师具体怎么教你的 这个episode memory就已经没了 就是说海马呢 最开始呢 它存在episode memory 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它把这个抽象的这些知识 这些能力呢 它就放在这个p层里边了 这个转移的过程呢 叫consolidation 所以我可以看我呃 上个月讲的一个 是那个诺贝尔奖得主 唐高啊 它讲这个就如何把海马的信息呢 转到这个p层里边 呃 它的具体是神经学怎么做到的 呃 那篇文章非常好 那么呢 我们可以通过神经学的这个episode memory 这些机制呢 我可以想要呢 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经验 experience 我们可以学到啥呢 这个action 可以学到一些value 比如说刚才 比如手被烫了 被那个开水烫了 然后以后呢 可能就不去再碰这个开水了 因为通过这个一次性的这个经验 呃 你就这个经验的instance一次性的 那你就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或者是对某些事情有 就有一些一定的看法 一些value 呃 那这一点呢 它就呃 用在了啥呢 这个呃 这个 这个dqn里边 这个dqnetwork 它呢 就用来这个 比如打那个 呃 atary那个游戏 这个打游戏过程中呢 有的时候 呃 你比如这个 这个就打游戏失败了 你这些这个经验的这个experience 你就可以把它呢 存成这个episode memory 放在一个buffer里边 然后呢 你每一次呢 从buffer里边呢 挑 比如32个 比如batch size 32 挑32个这个episode 然后来训练你这个q网络 让它不断 呃 知道什么样状态 呃 对应多少的这个qvalue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用offline来学习的 你经 你把你这些经验呢 都放在buffer里 然后呢 不断从buffer里边提取 这些经验的instance例子 然后来帮助你训练你的网络 那它为什么这么做呢 比如说你 呃 你一个游戏 连续的这么玩 它有很多 那这些环境呢 它都是比较这个correlated的 你如果是这样来训练的话呢 那么你这个网络呢 呃 会有这种震荡的这种现象 所以说呢 它把很多的这种游戏 它把它这个这些片段呢 存在这个buffer里边 然后不同游戏之间呢 它就没有correlation 你用这些游戏的instance 来做训练呢 你这个网络呢 就收敛的就比较好 所以说这些buffer里的episode memory呢 就可以做这个replay 其实replay的时候呢 就相当于这个调整你这个网络参数 所以我们看这个figure1b 它呢就是上面那块有神经学的 比如海马这块 它呢就可以很快的存储一些instance 比如一些单独的一些经验 呃 第二点呢 它是这个非参数性的 这种instance based的system 所以海马这块呢 是我们知道 它是唯一能够产生新的神经元的 这个一个区域 其他地方神经元出生之后 它就不再长了 海马这块呢 它可以有neurogenesis可以生长 它随着你这个数据增多呢 海马可能会不断变大 所以它非参数化的 就是没有固定数量的参数 它是可以变化的 呃 海马另一个特点呢 它就是spars non-overlaping的representation 就是它对于每一个这个instance 它单独这个coding 所以这些神经元呢 它很少放电了有overlaping 所以它这一点呢 它就有缺点啥 因为它都是instance 它就这个做generalization的话 它是性能比较差 它不能推广 那海马呢 通过replay呢 它能够帮助这个neurocortex 新皮层来做这个 调整它的参数 相当于把你这个知识呢 通过instance抽象出来 来放到新皮层上去 比如我们说1加1等于2这个 海马里边我们刚才说 存这个就是 你的这个片段场景 那这个整个这个知识 这个结论呢 你就放到这个新皮层上去 新皮层呢 它是比较慢的这种学习 它是呢这个参数化的 它这个参数是固定的 就是这神经元多少是固定的 然后呢它是 在这里边 它是以知识的形式存在在这里 更加高层次 更加抽象 所以说呢它能做比较好的generalization 比如你一只1加1等于2 你可以说一只猫加一只猫等于两只猫 或是一个猫加一个狗等于两个动物 这些你都可以做generalization 这我自己感觉啥呢 海马里边就有点像这个 你能记住一些什么呢 这个外公 比如说一些招式 比如说别人砍你的时候 你拿键横子挡 这些具体的招式怎么应对 有点像一些技巧 那么呢这个neural cortex存的东西呢 它是内功 比如说你技巧学了很多很多了 那么呢你就已经形成无招甚有招 那个时候呢 你无论别人怎么劈里看你 那你都就是通过感觉 你就知道怎么来回应 就是你已经有这种内在知识 主要是在这个新皮层里边 所以说内功修炼呢也比较慢 这个这些知识积累呢是比较慢 但是呢就是这种技巧呢 海马里边这个东西呢 都是instance 其实这种呢就是基的应用是比较快的 但是网络快 所以说呢这个 啊海马里边的App Show Memory 它第一个功能啥呢 通过replay 来帮助你这个修改这个neural cortex的 它的这个网络的性能 如果在那个AI里边呢 就相当于通过replay 帮你修改这个Q网络的这个参数 提高你对这个整个环境的这种 Q value的这种预测能力 或evaluation的能力 然后它还有另外一点啥呢 它可以基于这个instance来做这个 IP show的这种control 这就是啥呢 根据你经历的一两个经验 你马上就能相当于做这个action的一些选择 这点好在哪呢 你就不用学那么长时间 就往往就告诉你 要你看一两个这个片段 你就知道这个事该怎么做了 而不像reinforcement learning 就刚才那个就是replay那个 Q网络那个 你需要很长时间积累这个内功 而你这个呢 就是你很快就能做一些 就是action的选择 这种它就很好在哪呢 就是尤其在你早期学习的时候 这种呢 它就非常快就能做应用 所以说这个名字呢 叫做epshow的control 它主要怎么做的呢 它主要是为了选择action 比如action你在这个打游戏的时候呢 有上下左右AB 这几个按钮 每个按钮就代表一个action 那么这些action呢 你前面有一些epshow的 每个action底下都有这些epshow的 然后这些epshow的呢 它对应啥呢 这个奖励 不同的奖励 也就是说在这个 这些action底下呢 都有一群这个state 所对应的这个奖励的这个期望值 你把它做平均就像那些期望值了 然后现在你来了一个新的这个 这个epshow的 新的这个 新的这个场景 那个环境 然后你把它 产生出它的这个 那个环境的这个state 然后你想 然后你看这所有的这个action 每个action里边呢 和这个state最接近的 开一个nearest neighbor 你把它们的这个平均的 这个reward的期望值算出来 然后你看这几个action show的action 哪个期望值最大 然后你就选那个action就可以了 那这种呢 它就不用学很长时间 你就可以来做 那么呢 它的这个优点呢 就是学比较快 就是比较快就能应用 那这一点呢 就是相当于这个figure1bit 下边那个 就是你比如一个游戏的这个图像 看到图像 你相当于它的 当前的这个环境的状态 你把它这个通过那个 三层那个蓝颜色的那个 你把它这个 通过这个比如全连接网络 把它状态提取出来 提取出来之后呢 你在我刚才那个就是 每个action它对应的这个底下 就是箭头就代表不同action上下左右嘛 然后它不同的这种状态 它这个状态呢 就是你看你当前状态就那红点 它呢 周围这个状态 最近的这个状态 它的这个value值这个reward的这个期望值 你把它提取出来 然后你看哪个action它的这个 这个reward的期望值最大 然后你把它选出来 这个相当于policy派嘛 就选出这个最大的这个action 然后比如朝上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下一个按钮呢 你按上 这就相当于这个episode control 它和那个 啊 q网络 dipq learning那个呢 啊 有区别 就说它两个是互补学习 这个episode control呢 是短期内比较快 但性能可能差一些 那个q网络呢 相当于学内功 它学的比较慢 但是呢 这个 啊 它能保持这个能力 可能未来能力会比较强 那接下来呢 就神经学里边 最近 很火的就是 working memory working memory呢 我看了一个图C 呃 现在神经学认为啥呢 working memory 包括以下这四部分 第一部分啥呢 就是这个 中央的一个控制区 越来越像这个 主要是认为在这个prefrontal 处理这个 然后呢 还有啥呢 就是 它和什么相连呢 有这个 这个 phenological的loop 有声音环 比如说我读一串数字 2347 2063 那你能 还能重复出来 就说明啥呢 你这个 这串数字呢 放在那个working memory 里边 它短期内还存储在里边 2347 2063 这个 然后你能重复 重复一遍 这个就是声音环 它就好像通过这个 recurrent的网络呢 然后你可以这个 来 记住一些信息 还有呢 这个visual special sketchpad 有点像你 视觉思考的时候呢 你眼 脑子里边可以想象出 一个场景 这种呢 比如说你看到前面 一个场景之后 你闭上眼睛 你看到大概想象出 前面场景的一个梗概 那这个想象这个位置在哪呢 它认为它用一个叫做这个 视觉空间 Sketchpad来 代表这个功能 它呢 也放在working memory里边 比如你过一会儿之后呢 这些场景 你就全都忘掉了 它可能也就能保持一两分钟吧 就是帮助你处理当前问题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Ibysual的这个buffer 就我们刚才说的 这应该是海马处理的 所以这个 就上面那个中央处理系呢 应该prefrontal 它呢 就能控制这些东西 然后之间 要像计算机子的 从内存里边读东西 然后做操作 操作完之后 再存到内存里边 然后 执行一定的这个功能 所以呢 总体呢 它分为两部分 上面那部分呢 是一个controller 下面这些东西呢 都是一个 一个这个 存储器 Memory Working Memory 相当于 就下面存数据 上面呢 对数据进行操控 所以它主要是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对数据存储 第二部分呢 下边是存储 第二部分呢 对存储数据进行操作 比如说现在公园 看到前面 一些小孩来玩 那我现在想象啥呢 天一了下雨的时候 这些小孩都逃跑 那我就想到 看完这小孩之后 把这个场景呢 存在我的这个Working Memory 里边 然后再下雨呢 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是相当于对这些数据呢 进行一个新的操作 那一般呢 我们说这个 那个Prefrontal呢 我们用LSTM 这个长短记忆 这个来进行处理 它呢 就可以啥呢 将Information保存在这个LSTM 这个审计员里边 我们之前也讲了 它里边有这个 比如输入门呢 遗忘门呢 输出门呢 等等 那么呢 这里它里边有一些Unit 它的放电呢 就代表 对当前的这个 它所看到的东西 或者输入的东西呢 状态的一些存储 有点像这个 一些有用的东西存储 有点像这个 有点像人的这个memory一样 像计算机的memory一样 那下边那个 C下边那个图呢 叫做这个DNC Differential 这个Neurocomputer 它呢 就相当于啥呢 比如 我们看这个输入 上面那一串 那个黑白 那个X 输入到这个Controller里边 Controller里边之后呢 Controller把它写到 这个外部的一个memory里边 它外加一个memory 然后呢 你想读取的时候呢 比如想 就是copy中间的某一段 那么呢 我就可以 也可以通过啥呢 Controller告诉这个 就Readhead 通过Readhead呢 我在从这个外部 那个memory里边呢 取除这个数据 然后再output出来 是这样一个过程 这有点像计算机的 最主要呢 它加了一个外存 而且呢 它这个Controller呢 和存储性呢 它俩是分开的 那它又讲了 另外一个topic 就是最近 比较流行的 就是continual learning 这就是啥呢 比如说你这个 人有这个intelligence 智能呢 那你得学很多task 不像RFargoes的 这边下行 人呢 他又会很多task 会骑车 会炒菜 会学习 会 比如做科研 那么呢 这些task呢 你学在不同的时间 而且你学新的task呢 你不能遗忘掉 或者是 你不能大程度 遗忘掉这个旧的task 但是机器的 就很难做到这点 因为啥呢 机器的整体改动 这个图属的连接权重 你学了一个新的task 它改变权重之后 它们把那个旧的task 它可能慢慢就忘了 那神经学是 如何做到这点 不遗忘呢 它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个figure d 它是这么说的 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神经学可以单独查呢 通过这个双光子成像呢 可以看到这个d最左边这个图呢 就是这个 一个这个速图的这个spine 那这个spine呢 对你在学习的时候呢 这个spine呢 它会 就是和它相关的spine 它会增加 它会变成一个像球味的 鼓出来 然后呢 和这个轴图呢 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呢 你可以通过光晶的方法 你把它去掉之后 那么呢 它就有相当于啥 它就遗忘了 它忘了这个task 所以说呢 这个spine和这个task呢 它俩是这个相关的 然后你学了这个task之后呢 这个spine它就变得很大 变得很大之后呢 你在学新task的时候 这个大的spine呢 它的这个plasticity会减弱 就它会 它不会变化太多 就啥呢 因为这个spine呢 它针对于task1 那你在学task2的时候呢 这个spine呢 因为它比较大 所以它不会变化 而那些小的这个spine呢 它和那个task1没什么关系 它呢 来进行变化 然后来帮助你学习新的task 而且它发现啥呢 你学习这个task1的时候 那个大的这个spine 它能保存好几个月 就说明这个task呢 它能一直 能记起来 有这个能力 然后 对这个spine的这个plasticity建模呢 它看这个中间那个图 它呢 这个 它有两种这个plasticity状态 一种呢比较弱的plasticity 它有两个状态 一种是弱的状态 另一种呢强的plasticity 那这个具体的spine 它是弱还是强呢 它主要是和它 之前的这个task的这个importance 是有关系的 如果它有非常importance 那么呢 它的plasticity呢 就变得比较弱 就接下来的task呢 它就不怎么改变 然后呢所以说在AI上呢 它就用了这个ewc 这个呢就是elastic 这个waiting consolidation 这么一个模型 它呢比如说你在训练 a这个task之后呢 这个它有点像弹簧 是的 它这个权重呢 就达到了wea星这个状态 然后呢你在训练这个taskb的时候呢 它就在这个弹簧周围这个附近动 如果离它越远的话呢 它这个这个权重的变化就越难 它的plasticity呢 它就越弱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它就技能保证 你在改变训练新taskb的时候 它还能保持呢 对这个taska的这个能力 就是它不太影响 那个关于taska的这个突出 权重的这些变化 现在呢AI呢在下围棋上 比如在这个Atari Games啊 还有它能够产生自然的这种图像 它能产生一些艺术品 它能模拟人说话的这种声音 人的speech 它呢还能做这个多语言的这种machine translation 那么呢接下来讲这个在未来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首先我们讲这个物理上的这种直觉 就是啥呢人能感受到这个空间 能感受到数量 能感受到前面有个东西客观的存在 那么这一点呢 它主要是通过这个网络呢 它能做这个compositional的这种mental model 就是相当于啥呢 比如说一个人 它能把这个人呢compositional 它能相当于把一个人看成几个东西的组合 比如头啊有胳膊啊有身体啊有腿啊等等 然后呢通过这种compositional的这种表达呢 你就能够帮助你来做这个推理 来做预测啊能够呢对一些novel的这种 就是一些新的这种场景呢 可以做这个flashboard的这种transfer 比如你知道它有胳膊有手 那你会想到它跳的时候会怎么样 它可能先蹲下来腿拳起来 然后再蹦起来 那么呢你得知道这个人 它是有多个部分组合起来才行 那你这个身体网络就就能够实现这种 decompose这种这个分解的这种能力 你相当于你能把这个胳膊腿能分成几个这个object 然后你还得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 你不能说把这个腿和胳膊连在一起来 大腿和小腿它连在一起的 那这个深度产生性模型呢 它就可以呢 通过这个road的这种场景 比如看到一个新来一个人 比如张三 那么呢你能把它分解成和他有关的这种头脸身体等等 然后呢你再通过一个constring 就减少一些冗余 比如说所有人都是这样 你可以把它抽象 头是圆的 也是那个像圆柱形的 这就相当于啥呢 你把那个图像呢 做这个disentanglement 就是把那个去掉这种纠缠 这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之前讲的那个 这个James DiCarlo那篇文章 就是关于这个人如何识别物体的那个那篇文章 他讲的比较细如何那个information来做这个disentanglement 然后最后disentanglement之后呢 就相当于把一个图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一些单元的一些表达 比如说这个胳膊腿 它的位置 它的大小 用这些每一位呢代表不同的这种信息 而且这些位呢 它们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这样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vector来进行表达 你这个图像的内容 而后呢你可以通过改变这些vector某一两位的这个值 然后呢你就可以呢 啊帮助你呢 这个就是想象重建出一些新的这种场景 一些knowledge的场景 然后呢我们看这个figure2的这个a这个图 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物理直觉 这个它呢就是像那几个球 这个弹弹到地上能弹起来 然后几个球有碰撞 然后通过学习呢 这个模型呢 这个神经网络呢 它也能够比较准确的模拟这个物理的一些定律 比如说这个重力呀 一些collision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结果 比如一个重的球呢 就是一个轻的球弹着一个重的球 那球重的球呢 它可能有惯性 它就不怎么动 这些呢都可以通过这个神经网络来模拟出来 下半天呢 就是一个spaceship的这么一个problem 它也没具体讲 我猜是不是因为在不同的星球之间 它有眼力作用 然后它所行走的这个轨迹啊 它也可以通过神经网络来模拟出来的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图2的这个B 它呢就是相当于咱呢 这个产生性模型 可以对这个场景呢做一些解释 然后那个它呢是一个autoencoder模型 左边的是encoder 它应该是RNN的一个迭代网络 然后它输入这个图像呢也是X 然后呢它这个X呢 它不同时间呢 它会attend到这个不同的object上去 这个object呢就不同时间呢 比如说有几个方块就代表不同的时间 那这些方块呢有红绿蓝 那么这个红绿蓝每一个呢 就代表它的这个latent variable 有的呢比如代表它的这个位置 有的呢代表它的形状 有的呢代表它的大小 就是它的这个放电呢 就represent这个位置大小形状等等 然后它每次attend到一个 然后它下一次呢 attend到另一个object 然后attend出来之后呢 这个信息呢它会在 decoder里边来 重建出来一个y 那我们看着那个下面那个图就是比如 这一个桌子上放了三个东西 然后呢你看这个 它重建出来的这个红颜色的 这个是重建出来的 它呢能够识别出这个场景中多个物体 用红颜色来覆盖 它呢和这个真实的这个物体呢 它基本是一模一样的就很难区分 就像这个网络呢它知道有这个三个物体 而且知道三个物体在哪 它的大小和形状它都能重建出来 然后左边这个图呢就是 amnese它有两个数字 它绿颜色呢它是第一时间attend的一个数字 红颜色呢是下一个时刻attend的一个数字 那么呢你前面呢如果是已经训练好了 能够attend到这些数字提取它的信息 那你接下来呢对比如说这两个数字做加减法 这两个数字下游的一些操作 那就是能够提供非常好的这种embedding或者feature 给下游的这种task 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c这个图 c这个图呢它就讲这个非监督学习 of core object的一些特性 就是一个场景里边这个object 它都有一些什么特性 啊 左边那个呢它就是啊有这个 它用一个单独的一个网络 比如说这个对图像进行处理 它可以这个disentangle 这个input的这个sensory的信息 通过啥呢variational autoencoder 就变分的这个autoencoder 这个经过它处理之后呢 有助于下游的这个对利用这些representation 利用这些表达呢来做下游的这种分析 比如说它右边那个就是dqn 它自己它就有一个这个 这个encoder它自己学的 那它这个呢就不如你之前学好了之后 你给它放在这边 然后外边再加一个policy网络 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比如你左边那个 它就可以通过这个图像提取出这个 这个心形它的位置 心形的大小 这些信息 然后你用这些信息呢 外边再接一层这个policy网络呢 它可能就会更加方便的来做处理 这样人是的你这个视觉 那个视觉这个皮层处理好之后呢 你外边你再加一个这个prefrontal 你可以对视觉信息呢进行这个操控 这样的话呢它可能这两个区域呢 它是分别训练的 然后C右边这个图呢 就是你训练好的这些这个feature之后 然后它不有一些神经元吗 你单独改变某一个神经元 比如你改变第一个神经元 它的这个方便大小 你会发现啥呢 整个这个重建的图像呢 它的y轴的这个位置是变化的 所以说这个神经元呢 它可能和y的位置是有关系的 那第二个神经元呢 它是和s的位置有关 那第三个神经元呢 它和这个你重建出来这个东西大小有关 那第四个神经元呢 它可能和这个你重建出来这个orientation 这个东西的朝向有关 第五个呢 它可能是也是和这个朝向有关 一个顺势针一个逆势针 所以有了这些特性呢 你就可以支持啥呢 JeroSuit的这种transfer 就是说你对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一个东西 你也可以想象出啥呢 它如果是被挪到右边 或者是什么样子 就是你完全就是你训练好这个网络 完全可以用在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些 一些这个object上 然后它又讲了一点啥呢 就是有效学习 就是你用几个这个一个sample之后 你就能学到一些新的概念 然后用这些诸识呢 你来flexible做这个推理 比如说这个字符的这种挑战赛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写了一个旗字 你知道这就念旗 那另一个人写呢 他这个笔法完全不一样 但你也能马上知道这阵念旗 但是呢就是同样的这件事呢 让这个机器来做呢 它就比较困难 那么现在的这个AI呢 它呢就用这个structured 这种probability 这种model 还有这个deep generation 这种model呢 它呢也能sample出 就是类似的这种能力 这个能力呢 就是one-shoot generalization 就是你看眼之后呢 你能写出一个类似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看这个图D 它就是通过这个deep generation 网络呢 你加一些这个英国process 然后呢就可以产生出这种observidator 它通过啥呢 这种等级的这种latent variable 又加了这个attention的机制 然后来支持这种sequential的这种推理 也就啥呢 我们看这个 它看那个红框里边的几个字之后 它下面说它自己通过generation 是一个transferation网络自己产生出来的 你看它产生出来的 和它一眼 one-shoot 看到的这个字呢 基本是非常像的 说明啥呢 这个网络呢 它也有一项人字的 这种generalization的这种能力 开眼之后呢 就能大概写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那最后这个图E呢 它是分为左右两个部分 左边这个每个左边的图呢 就是在一个迷宫里边 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图 右边这个呢 就是它通过这个产生性 这个模型上呢 产生出来一个图 这个呢 可以看我之前讲的一个 DeepMine呢 它在这个 那个Sign上发表的一个 一篇文章 就是在一个迷宫里边呢 它看了几帧之后 然后你让它在另外一个角度 它会看到什么样的场景 它能直接直接产生出来 这个呢 这个呢 相当于快速的reinforcement learning 就很快的就能学习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个transfer learning 这个时候呢 就是你学了一些 在某一个contact下 你学了一些知识之后呢 你可以把它那个generalize 到其他的这个novel的这种contact下 比如你学了开那个一种汽车 那么呢 接下来呢 其他汽车呢 你也基本会开 比如说你会用了这个 苹果的这种操作系统 那么呢 接下来呢 你用这个linear操作系统 也没有问题 这种呢 就是 需要你这个compositional的 这种表达的能力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把一个东西分解成很多块 然后你还知道这些块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话呢 以未来你就可以做这个 JeroSuite的这种inference 于心的这种shape 然后现在呢 有这个progressive network 它呢 就用这个video scheme上 学的一些knowledge 来做这个fire transfer 比较远的这种transfer 有点像人的这种skill的 这种acquitation的特征 那么呢 这个东西技术呢 可以用在啥呢 做这个机器人训练上 你可以在虚拟现实里边 训练机器人 来抓一些东西 然后在真实的情况中来应用 这样的话训练呢 它的效果呢 就是会更快 然后这transfer learning 人脑的机制呢 还不是特别清楚 如果在神经学上一些insight的话呢 应该有助于这个 用这个AI的 这个lifelong的这种learning 接下来它又讲了这个neural coding 这个呢 这就是啥呢 就是概念的这种表达 它不是具体事物 这是个概念的表达 比如说这个 它的对object呢 它有不变性 个体的不变性 长期有不变性 它是code for一些抽象的东西 一些关系信息 这个neural coding呢 它有点像啥呢 它举个例子就是 以agro center 一个自我中心的这种 map型的这种space 它用这个grid cell 就是interfinal 扣它的grid cell 来做coding 然后呢 就六边形网坡那个 然后呢 具体的接收场呢 它可以由这个 几个grid cell 来这个tile在一起 形成这个local space 然后呢 它认为啥呢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我们这个中心啊 这个alex 他写的一个science 那篇文章说这个 很多这个概念 它也是通过这个 六边形容的这种 来组织这些概念 这些知识 那具体呢 就可能还 还是需要一定的验证了 那你有了这种 六边形容的这种组织之后呢 那你就可以来 做这个subgo 以及呢 找这个subgo 以及做这个等级的这种planning 那接下来呢 我们讲这个imagination和planning 那reinforcement learning呢 它是有比较强的performance 在哪呢 go directed task 比如说这个做下棋 那它在下棋上非常强 那前提咱呢 你得训练好几亿步 那么呢 它下棋的时候呢 它也是reactive的这种反应 它不是啥呢 而真正人呢 它是这种就是基于这个simulation 基于想象的这种啊 做下棋这种选择 那这个reinforcement learning呢 我觉得是学 是学内功 学的内力 下棋的这种棋力 它啥呢 但是它就是成功比较慢的 它得训练很长时间 它首先第一点缺点 它呢 它经常是数据不足 你想 棋力非常提高呢 你得训练很多这种数据 第二点呢 就是inflexible 就是对于某一个这个instance 学习的一盘棋 它呢 对这个整体的能力呢 提高并不是特别强 就是这个结果 好与不好 对整个的下棋能力呢 提高不强 因为你得训练一亿次 人就和这个正好相反 人呢 就可能学两次 直到规则就能下棋了 人就比较flexible 来选这个action 它主要是基于这个 simulation based的这种planning 它由于就是一两个这种经验呢 它可以在 就是人呢 可以在脑内部呢 建立一个这个 内在的一个模型 来做这个下棋 来做这个模拟 动物呢 其实也会这样 比如动物呢 这个储存食物 比如它现在 它尽管按理说 它可以吃这个食物 但它会储存起来 为了以后来用 再有呢 比如说老鼠做这个water maze 的这种导航 它可能one shoot 它去了一次之后 它接下来就知道 怎么往那边走了 这种呢 可能都是基于这个想象的 来做这个planning 那么呢 这个alpha go呢 它用了这个蒙特卡罗这个搜索数 来帮助呢 这个update 这个value的这个function for这个policy 它呢 也是基于这个simulation based的这种planning 就是你下到一半期之后呢 它接着往下走 它也做几次这个啊 往下的这种模拟 就用这个 就用这个蒙特卡罗搜索数物的方法 来往下做预测 但它这个呢 它也是这个啊 经典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 它又不是这个人的这个神经网络的 所以呢 基于 imagination 做这个planning呢 你得有一下能力 就是相当于 你对这个 比如现实生活中 现实世界里面 一些没见过的东西 你第一次见 你就能把它 你首先得能把它做这个compositional的这种 就是表达 你可以办的这个多个这种主件 比如胳膊腿这种主件 然后来image 呃 人呢 我们现在做这个AI呢 已经能够来做这个 通过deep generation网络呢 来捕获这个real time的这种 环境的这种动态 比如我们figure2里边的这个 直觉上的物理 还有这个figure2e的这个 你看个几个这个视角 然后你能 合成新视角的这种视图 但是呢 在这个simulation based的这种planning 呃 这边做的孩子不是特别好 他只是 还是得用这个经典 machine learning的 蒙特卡罗这个速收手的方法 那对于海马来讲呢 他能这个 他就能支持这个planning 他能支持 往下那个预测 比如说 接下来他在迷宫 往左边拐 往右边拐 他的神圈放电呢 正好和你 比如说你要往右边拐 他的放电 那么和你真正到右边之后的放电 他来是一致的 所以说呢 这个海马里边呢 他能instance it 能够成立 能够建筑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模型 然后 这个建筑环境模型呢 他的这个value是什么呢 他由下游的这个ofc 来给出这个环境状态 他的这个q value 这个海马为什么能这么做 具体机制还没有完全清楚 但一旦清楚之后呢 这AI 对AI来讲呢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然后人还有个特点呢 能够建筑这个fixtures的这种mental场景 也假的 通过recombine 那些element in a normal way 那么呢 在某个筛定下呢 你能forge出一个plan 那么这个呢 还可以generize或transfer到其他的 这个nowwall环境下 如果是share同样的feature 比如说 你说通过大门可以进到这个餐厅 那么在其他地方呢 你通过大门 你也可以想到进入餐厅 这个plan 人的planning呢 还可以做这个jumpy的 比如说你可以 时间可以是跳动的 比如说你可以bridge 多个time point at a time 你可以有临时的这个choice point 可以考虑多个多种solution 比如你可以想这个做西红柿炒蛋 做显口的还是填口的 所以呢如果这个agent呢 AI呢 能做到这个等级的这种plan 那将会是非常的creative的 再有呢就是 whatchip脑分析 虚拟脑分析 就是AI的一些产物呢 比如它识别 viral deep neural network 它的这个能力很强 但是它具体怎么形成这个能力 往往人们的就是都是black box 作者讲就是很难研究 那么呢 比如说我们对这个理解这个AI的 如果做computation 如何做表达 我们可以用到啥呢 就神经学上一些 比如说神经学我们可以 测量单个神经元 这种方法 可以用这个neural image 来呈向不同脑区的这种功能 然后呢可以用lation的方法 伤害某一个神经元 然后来看最终的这种结果 那我第一篇文章呢 其实也是就是基于这个思路的 比如说你这个人呢 就是那个 邵那篇文章呢 他用这个就是识别人脸 他用这个旁对角线 出现旁对角线 就不同的侧面旁对角线 那么呢就我这个识别这个就是数字 它也是出现旁对角线的这种特点 这就相当于神经学上一些方法呢 可以用来研究它呢 这个AI的一些这个 用来理解AI 来解释这个AI的这个功能 比如说在神经学上有这个接收场 这么个概念 那么呢现在呢 对这个神经元呢 我们AI上呢也判断某个神经元的接收场 那在这个神经学或者是 神经那个心理学上呢 人们经常会得到一些关于神经啊 或者是心理的一些结论 但这些结论呢 都是比较这个wag的 比较模糊的 比如having learning都比较模糊的 但是你可以通过AI呢 可以把它进行量化 如果AI的架构都相同 然后都同时满足这个自由能 聚小化原理 那么最后神经元的放电和AI上unit的放电 可能有非常相似的特征 就像第一篇文章也是用这个思路 然后呢他们又发现啥呢 就是再有例子 比如说在这个 AI上呢 我们有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 时遇差分的这种网络 那他呢可以预测这个error 比如说你期望有奖励就有未来 那这一点呢 他和这个多巴的这个神经元呢 他的这个放电形式呢 也是非常像的 就相当于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td 时遇差分的这个网络 来研究这个多巴的这个网络 是研究这个神经学 用AI的方式研究神经学 那还有呢 你可以通过LSTM 他呢会告诉你这个 为什么这个神经元呢 能够存储一些信息 这点呢就可以帮助你研究上的working memory 比如AI上这个LSTM他的一些放电特征呢 你看看这个在working memory上 是不是他还有这个相似之初 就是会通过AI呢 来量化的研究这个神经学上的一些结论 比如说神经学上working memory 他能维持这些信息 那么呢他是LSTM上或者是 在vanilla的rn上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样呢他有举个例子叫做meta-rl 那个reinforcement learning 就是啥呢 用reinforcement的这个方式来修改这个 这个recurrent neural network的那个网络全座 这个有点像啥呢 这个rl呢他有点像这个多巴的这个神经系统 多巴神经系统呢 他能直接放到这个直接输入到这个prefrontal prefrontal这块呢 他释放多巴之后呢 能够帮助prefrontal来修改他网络全座 也就是通过rl呢 来帮助你修改这个rn的这个网络全座 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很快的提高这个 提高这个学习的能力 就网络这个rn的网络全座的改的比较快 应该这样 他呢也相当于通过这个neural science和AI之间呢 有很多的这个这种相互的这种借鉴 那最后他谈啥呢 这个back propagation back propagation呢 它是来帮你改变这个网络这个权重 通过这个多层网络 然后可以帮助你这样的话呢 你未来的网络性能就提高了 然后你这个object function 就能够这个被优化 实现啥呢 从这个比较高维度的隐秘 就变成了比较有效的这种低维度的这种表达 那么back propagation这个东西呢 在人脑里边呢 它有一些这个没有基础 就是啥呢第一点呢 它是前规和反馈呢 它要求是对称的 但是人脑里边根本没有这种对称的情况 然后呢他还说反馈这个东西呢 它是提供这个teaching的信号 但实际呢可能也不是 第二点呢你改变这个网络权重呢 需要这个access 这个global的information 因为它这个t度相当于 对这个总体的这个cost的t度 但是这个生物的plasticity呢 它服从这个大部分服从having learning 就是你通过这个前后突的这种放电的这个时序 来决定你这个突出的这种连接 连接的这种改变 所以他说啥呢 未来呢对这个plasticity的这种研究 可能有助于这个新的这种 可以有助于理解这个bifurrogation 或者是呢 产生新的这种learning的这种机制 总体来讲呢 就是通过neural science和AI呢 它两个之间呢 可以有这个非常强的这种相互接见的这种能力 还有就是功能 您帮助于 来看看 侖来 变我 我 小会 一 并 争取的